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与胡谋皮 春秋时,鲁国国君很想让孔秋担任司寇这个重要官职,主持鲁国的朝政 有一天,鲁军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左丘明,并说自己还想与其他大夫商议商议 左丘明说,孔秋是文明天下的圣人,如果让他担任官职,其他的人就会自感不辱而离开官微 您与他们商议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我听说周朝时有一个人,爱吃精美的食物,爱穿名贵的皮衣 他很想要一件价值千斤的狐皮袍子,就很天真的跑去对狐狸说 请把你们的毛皮送我几张吧 狐狸一听,逃得无影无踪 这人又想办一桌羊肉宴席,他找到羊说 请你帮一下忙,割十斤羊肉给我吧 羊们吓得躲到树林里藏起来,再也不敢露面了 这人十年也没有缝制成一件狐皮袍子 五年也没有办成一桌羊肉席 原因就在于他找错了商议对象 您现在要与那些人商议孔秋担任私扣的事 岂不是与胡谋皮与羊要肉吗? 于是,鲁军听从了左丘明的劝告 没有与大夫们商议孔秋担任私扣之事 孔秋很顺利地当上了私扣 跟所谋求的对象有厉害冲突,绝不能成功 多只跟恶人商量,要他牺牲自己的利益一定办不到 渐压住 空山上纸 光大abi 刚刚 四度 以来 异充 感谢观看